午夜 台军退役少校持甲正半夜12点混进军事基地 台湾联合新闻网消息 位于高雄的台海军陆战队左营军区 发生退役少校持甲正半夜闯入事件 台海军陆战队今日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报道称 据了解 一名已退役的陈姓少校本月12日晚间 持甲造的海军校准部证件 先闯过官兵把守的卫少进入左营军区 再翻墙进入海军教育训练 既准则发展指挥部办公室 直到深夜12时离开 台湾左营海军军区 报道称 而当陈某重施 故计要自大门离开军区时 门少卫兵觉得有意 因此打电话询问教准部值日关 确认人员 陈某急在此时逃逸脱身 但留下随身手提代与身份证 门少卫兵当即向辖区 左营分局四海派出所报案 以违反要塞堡垒地带法级伪造文书等最控告陈某 报道称 凡这名陈姓少校此前因不当借贷被军方查获 因此打报告退伍 台湾海军陆战队指挥部15日称 海军教准部退伍陈姓男子 11月12日23时27分 时尾正步行进入左营营区 13日零时24分 由门少卫兵查获 经初步全面清查 陈某步行可能行经路线的单位 办公处所均已上 且并无门窗毁损及物品遗失等情况 后续将权力配合检掉单位侦办 该部已检讨书责人员成杜绝类案再生